一个旨在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民间组织 星期四上午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 举行了抗议活动 为台湾加入联合国和李明哲案发生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周四上午10点30分 那么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 来自台湾的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宣达团 在中国大使馆门外拉起横幅 他们呼吁中国政府不要阻挠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进程 并且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尽快释放台湾的非政府工作人员李明哲 这个名为联合国协金会的团体在过去25年来 不断呼吁联合国及其成员 推动台湾成为联合国的议员 本周这个由前台湾国防部部长蔡明献带领的宣达团 已在华盛顿与美国国会议员官员及学者见面 就台湾入联议题进行交流 我相信李明哲是一个人权的工作者 我们的诉求要加入联合国 也是一个台湾人民的人权的努力 蔡明献认为 人民自觉的原则在联合国宪章 与国际人权公约中都有体现 自觉权是普世的人民权利 他说李明哲被中国非法的逮捕 起诉审判也是违反人权的行为 中国湖南省岳阳市中西法院9月11日 对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李明哲举行庭审 李明哲当庭认罪 对此蔡明献认为 李明哲是台湾公民 中国政府对他没有管辖权 中国要李明哲认罪 我想是不对的 不合法的 中国也没有对李明哲任何的管辖权 我认为他这样 中国起诉判刑 这个做法会让台湾人民对中国政府更反感 对台湾人民造成更大的威胁 恐吓 而且是不合法的 台湾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此外 谈到台湾加入联合国仪式 蔡明献说 根据民调有八成以上的台湾民众 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台湾人民也想当家做主 中国坚持反对台湾在这一问题上的努力 只会加深台湾民众对中国政府的反感 使两岸民众的互动进一步萎缩 对于李明哲案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 9月13日回应说 任何人在大陆都要遵守法规和公共秩序 触犯法律都要受到追究 李明哲案不仅在台湾岛内 在海外更是引起了诸多的关注 有很多媒体对此案也进行了报道 有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大陆对于李明哲案的审判 无异于改善 已经处于低谷的两岸关系 对于李明哲案的审判